当杰洛特想要离开陶森特的时候 最无法接受的人就是弗林吉拉了 他其实是带着术氏姐妹会的任务来的 他的目的就是要拖住杰洛特等人 不过我也不太理解 为什么术氏姐妹会想要拖住杰洛特 书里头完全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杰洛特回来告诉大家 现在就收拾东西准备出发 一个小时后在城门口集合 然后大家就去收拾东西了 弗林吉拉这个时候不乐意了 但是他没哭没闹 就是只是使了点小性子 只可惜杰洛特去意引诀 无奈 那最后再来一发分手炮吧 打完分手炮之后 弗林吉拉又想套出杰洛特 到底得到了什么信息 才导致他这么着急的要离开 杰洛特说他已经知道了威爷的藏身地 弗林吉拉一听 我去这个情报你必须告诉我 术氏姐妹会的人都想找到威爷 他是术氏姐妹会最大的敌人 作为回报 弗林吉拉也告诉了杰洛特一个秘密 就是叶尼弗从来没有背叛过你和西瑞 他为了拯救西瑞 甚至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接近威爷 只不过他失败了 落到了威爷的手里 至于他现在是否还活着 那我就不知道了 杰洛特向弗林吉拉表示感谢 但他心说 你现在才告诉我呀 我已经知道了 然后杰洛特把威爷的藏身处告诉了弗林吉拉 于是俩人便分开了 弗林吉拉赶紧召集姐妹会所有人开了个会 会上他告诉大家 威爷就藏在莱斯鲁恩城堡 姐妹会上的人纷纷给弗林吉拉点赞 威哥女士你太棒了 你为姐妹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弗林吉拉这个时候也非常得意 他瞥了一眼特利斯 因为他知道特利斯喜欢杰洛特 于是就用一种蔑式的眼光看向了特利斯 瞅瞅你再看看我 特利斯被扫子都不好意思抬头了 这就是女人之间的战争 在肉体上战胜对方 对于女人来说可能没有太多可炫耀的 但是在精神上战胜对方的话 会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大赢家 接下来术式姐妹会立即出动前往莱斯鲁恩城堡 单挑的话他们是打不过威爷 但是这么多牛叉女术式一起上的话 那威爷就毫无胜算了 只不过当这些女术式抵达莱斯鲁恩城堡时 却发现这里是一座空城 荒废许久根本就没有人居住在这 这成为了术式姐妹会的一大耻辱 也成为了弗林吉拉一生中最大的耻辱 大家看他现在就跟看笑话似的 居然被一个男人给骗了 从此之后 弗林吉拉在姐妹会中的地位 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而姐妹会为了抹去这一耻辱 便把莱斯鲁恩城堡给彻底移为了屏蔽 好 镜头再切回到杰洛特这边 大家在城门口集合 但是丹德里恩却不想跟杰洛特走了 他在这儿过着神仙的日子多爽啊 杰洛特表示理解 我第一次看到这儿的时候 我觉得丹德里恩太不够朋友了 但后来我觉得还挺好的 为什么呢 接着往下看 你马上就知道原因了 咱们省略掉杰洛特等人在路上的过程 他们直奔威爷真正的藏身处 私提家城堡 但有一个人居然比他们还先到一步 那人就是西瑞 西瑞不停地穿越各个世界 要么是去到了错误的时间 要么是去到了错误的地点 这里头还引发了很多故事 在雷宝人小说完结了之后 这个世界观还来了一场大瘟疫 那场大瘟疫 就是因为西瑞不停地穿越时空 把一只老鼠给带到了 他所在的时空的未来 我就不一一讲 西瑞是直到来到了尼庙和穆斯的面前 18岁的尼庙不是见过西瑞一次吗 这个时候已经过去50多年了 尼庙都已经70多岁了 二次见到了西瑞 尼庙给西瑞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引导西瑞穿越到了正确的时间地点 尼庙终于把历史给扶上了正轨 西瑞这一次穿越 便来到了斯提加城堡 有人一眼就认出了西瑞 还想让他赶紧逃跑 但西瑞镇定自如 你们的主子不是一直在找我吗 现在我来都来了 你却想让我走 紧接着灰林霄便带人冲了过来 逮捕了西瑞 当西瑞被押送到邦纳特和威爷面前的时候 他还是产生了一些恐惧的感觉 因为邦纳特给他留下的心理阴影面积实在是太大了 西瑞说放了叶尼庙 威爷问凭啥 就凭我是自愿来的 你们找了半个世界也没有抓到我 你们要的不是我吗 干叶尼庙什么事啊 放了叶尼庙 我就配合你们 威爷说 这座城堡施加了魔法 你现在已经无法穿越时空逃走了 也就是说 你现在手中一点筹码都没有 那你跟我弹个灯啊 来人把他压下去 我现在就要对他做手术 然后西瑞就被绑在了手术床上 他心里都后悔死了 这叶尼庙非但没救成 反倒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就在这时 有吓人大喊 滴溪滴溪 我们有麻烦了 有一群骑士冲进了我们的城堡 惠林霄一听这话都快被吓死了 他以为是恩席尔皇帝的军队找上门来了 威爷说 肯定不会是恩席尔皇帝 我知道是谁来了 不用担心 不用害怕 惠林霄 邦拉特你们俩跟着我 咱们去会会他们 那来者是谁呢 当然就是我前面已经提到的 杰洛特的巡局小队了 几人冲入城堡后 一边找人 一边和这里的士兵展开激战 但是打着打着 大家就被打散了 米尔瓦遇到了一群弓箭手 他跟对方对射 那普通的小兵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但威爷手下也有一个精英射手 然后他俩互射一箭之后 便同归云尽了 米尔瓦就这么死了 当杰洛特和安古兰赶到的时候 看着米尔瓦的尸体 愤怒的火苗瞬间就燃烧起来了 但他们来不及为米尔瓦挨道 继续往城堡深处冲杀 然后就找到了关押叶尼弗的牢房 并救出了叶尼弗 另外一边化身蝙蝠的雷吉斯找到了西瑞 他向西瑞做了个自我介绍 说也许你不相信 但我这只吸血鬼确实是猎魔人的朋友 西瑞说我相信你 但我得去找叶尼弗 你先去跟杰洛特会合吧 然后雷吉斯和西瑞就分开了 我在看斯西加城堡战斗这张集的时候 感觉就像是在玩生化危机一 大家都在这个城堡里 不停的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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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去找谁谁谁 B去找某某某 完了之后A又找不着B了 你们难道就不能约好个地点 在哪会合吗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 又把另外一个人给弄丢了 然后又得去找那个人 整个章节特别乱 接下来西瑞先是遇到了他的噩梦邦纳特 在逃跑的时候又遇到了他的第二个噩梦 就是那个黑骑士卡西尔 卡西尔说也许你不相信 但我是来救你的 我是杰洛特的朋友 然后卡西尔拔剑 便和邦纳特打了起来 那结果是什么呢 还用说吗 卡西尔惨死啊 不过他不像邦纳特之前遇到的对手 几乎上来就被邦纳特给秒了 卡西尔还算好的 跟邦纳特过了几招 才被邦纳特给杀了 西瑞在逃跑的时候又遇到了安古兰 但安古兰已经受了重伤了 他说说实话 我根本不相信我们能找到你 但即便如此 我还是一直愿意跟随吉勒特 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你是辛特拉的公主 你能封我做女伯爵吗 西瑞没搭理他 安古兰又说 我就知道这笔买卖 注定是笔亏本的买卖 我还不如在陶森特开间寄院 说完 安古兰也死了 然后雷吉斯在跟威爷战斗的时候 威爷用强大的火焰魔法 把雷吉斯烧成了一堆玻璃 就这些陪伴我们半部故事的队友们 相继死去 但是我在看这段的时候 内心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波澜 作者在描写谁死的时候 用的手法非常冰冷 没有大叔特殊 就像看一些特别虐的电影 比如趣味游戏 那两个坏蛋把女主角绑了起来 他们上到船上乘船离开 两个坏蛋在聊天的时候 随手一推 就把女主角推进了湖里 女主角就这样活活被淹死了 但是一个镜头都没有给到他 就只是拍两个坏蛋在这聊天 女主角死的就那么那么的随意 这些队友也是一样的 一个个死的非常冰冷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 幸好丹德里恩没有一起来 否则他也得死着 不过在所有死掉的队友中 雷吉斯后来在游戏中复活了 可见厂商对这个角色 也是非常喜爱的 单单就复活了他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真想在陶森特开家妓院 来纪念一下安古兰 我知道我的这套视频里头 安古兰的戏份并不是很多 但他在小说中真是一个活宝 他给沉闷的巡女小队 注入了许多活力 接下来西瑞必无可避 就只好跟邦纳特交手 那这一次两人交手的结果 又是什么呢 西瑞赢了 他先是把邦纳特给打成了重伤 邦纳特求饶 西瑞放他一马 转身离开 然后邦纳特还想偷袭西瑞 于是邦纳特就被西瑞给反杀了 另外一边 杰洛特和威爷也终于再次交起手来了 一对一的话 杰洛特绝无胜算 但这一次有个半条命的 叶尼弗在旁边帮忙 威爷一边要防御 叶尼弗的魔法攻击 一边又要抵挡杰洛特的物理攻击 但即便如此 杰洛特依然不是威爷的对手 很快杰洛特就落入了下风 就在威爷对杰洛特使出致命一击的时候 他打空了 打到了一个幻影的上面 这个幻影是弗林吉拉 给杰洛特制造的护身符所幻化出来的 这个护身符一直没什么卵用 但在这一次发挥了关键作用 那高手过招啊 你一招失利就满盘结束了 杰洛特趁机要了威爷的命 小说中的最终大boss死了 俩人互相搀扶着走出这个大殿 见到了西瑞 一家三口终于团圆了 那今天就先到这了 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 后面还有一些内容 咱们下期再见吧